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吧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层次上来看这个问题 可能如果简单的说是这个奥巴马总统伪善 就是那个口慧实不至 这样可能我觉得也势之偏颇 势之偏颇 好的 现在我们有一位网友 他通过电子邮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他说奥巴马是中共官方不喜欢的一位美国总统 官方不喜欢不等于中国人民不喜欢 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喜欢这位美国总统 我就喜欢他对中共的强硬性格 还是怎么说呢 我们看奥巴马既要看到他个人 也要看到这个他背后更大的是 他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中国领导人也有义务也有责任 这个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冲突摩擦 这是不可承认的 好的 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下一位是江西的赵先生 网路观众 赵先生你好 嘉宾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按我理解的话 嘉宾应该是现在国际关系 应该属于中国的军方部门的那个系统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相比共和党人的总统 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促进是负面的 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 奥巴马入主白宫是非常高兴的 中共可以更加速忌惮地在人权务的力度下 展现更为宽幻的空间和余地 以满足全国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 对百姓的盘培 奥巴马总统由他自身的美国利益 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喇嘛和美韩军演问题 无非不是在共和党人的压力下 为中期选举所做的不大情愿的退一样举动 这也是奥巴马更为强硬的原因 他不代表民主党人的根本意愿 好的 江西的赵先生 谢谢您的评论 下一位湖南的张先生 网络观众 张先生你好 许夫好 嘉宾好 我想谈两点看法 我上这个美国之音 也是很长时间了 十多年了 尤其这些年 我看到我们国内一些听众观众 个别对社会不满 总希望以外部势力来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 甚至有的人说要拿枪抵着中国政府 我感觉到很悲哀啊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我想谈一下 这次我个人认为 这个天安号事件啊 完全有可能是美国自导自演的 因为在这之前美国是劣迹斑斑啊 最近美国政府披露的 这个六四年的档案文件 就披露了 当年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六四年的时候 就是制造了一个越南的军舰 两次攻击美国军舰 结果爆发了越南战争 结果现在 完全是美国中情局操作 是 您说的 您说的好像是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呢 打来打去 最后 好的 湖南的湖南的张先生的线路啊 断了 张先生的观点 基本上也表达清楚了 您 我想那个 听了刚才几位这个听众和观众的意见 我觉得确实 大家的观点是多样性的 各方面都有 而且在这个不同的层次上来分析问题 有一位这个 听众刚才说到了 这个奥巴马的很多的对华的举动 是在共和党的压力下 做出的 并不代表民主党的观点 这个呢 我觉得 这个很好的一点 就是说能够从美国政治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 能够让这个 自己的观点更深入 但是我自己呢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 我倒是觉得 奥巴马 现行的这个对华政策 这些措施 这些立场的表述 应该在美国国内还是有 有共识的基础的 我们可以这个 看一下这些这个 奥巴马政府这些 这些做法 以及当前的这个 在中国问题上的美国的这个政治环境 首先在国会这个方面 因为我们历来都很关心国会的这个这个问题 国会方面 我自己觉得 过去一年半 总的来说 国会在中国问题上还是比较安静的 没有像 奥巴马 政府 过大的施压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 汇率的问题 贸易的问题 有一些议员提出了这个议案 有自己的说法 但是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 国会对这个行政部门的压力 还是比较小的 在行政部门内部 我觉得 各个部门之间 国防部 国务院 财政部 他们之间还是有高度的共识 比如说 盖茨 盖茨国防部长 在六月份的这个谈话 那么七月份 这个希拉里 又在越南 说了这些话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调子 基本上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 我觉得和 以前的这个 令人政府相比 这一届的奥巴马政府 它的内部在对华政策上 应该是 一致性比较高的 所以 我自己觉得 倒不一定 就是说 是共和党 向奥巴马施加了压力 所以他才在中国问题上 这个 采取了一些 比较强硬的做法 我觉得 他们这些做法 还是 在美国国内 还是有公实 有基础的 有基础的 对 另外就是 刚才有一位 这个 听众谈到了 这个 美国自导自演的 这个问题 确实在 我想 不仅在世界上 在中国 而且在美国国内 这个关于阴谋论的 这个说法 也很多 所以这个 也确实是 我们 对美国政治 美国政治的运作 决策的 这个机制 美国各种 利益集团 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我们还 有 这个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吧 包括 这个 甚至包括 这个 美国的学术界 在这些问题上 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好的 继续来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 打来电话 下一位 德国的 易先生 主持人好 听得见吗 听得见 请讲 你好 我 首先 我说一下 我不同意 刚才那位 湖南的张先生 说的 关于这个 天安剑的事件 是美国自导自演的 他的这种 说法呢 完全是那种 中共的那种 意识形态的 那种想法 完全是中共的 意识形态想法 我想 对于美国来说 一个尊重人的生命 价值的这么一个 社会制度 他不可能说 做出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只有呢 像中共这样的一个 政权才能做得出来 另外我想说呢 评价美国政府的政策呢 不能用中共的 意识形态来衡量 接见达赖喇嘛也好 军售台湾也好 这些呢 也是美国所承担的责任 体现美国的价值 美国呢 是代表人类的进步力量 不要忘记这一点 而且我个人认为呢 中共的这个核心价值呢 是维护专制独裁统治 中共政权 他没有这个 这个明确的 这个文明价值 说那个 谴责美国 这个对中国的 唯独也好 怎么样也好 这些都是一种 意识形态方面的 那种宣传 好的 易先生 明白您的道理了 谢谢 下一位 山东的张先生 山东张先生 你好 我首先回复一下 这个湖南的这个张先生 他的观点啊 他说一个 他说这个 个别人 那个对政府 这个不 个别对政府 不难关注 我不知道 他的背景是什么 但我的观点是啊 如果他不是政府代言人的话 他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现实之外 不了解中国现实的一个人 再一个 我再一个观点哈 我认为一个专制政策 对全人来 跟他说他是否 我还是否也认为一个旅行 他他在这个血量 就算在街上 海一传绚